这三页当中念头最重要 善乎意义最重要 这就是菩萨善乎吉念 乎自己的念头 不能有邪思 不能有邪念 可是今天麻烦在哪里呢 我们不念圣仙书 标准没有了 什么叫善 什么叫不善 价值观错了 现在人认为说自立是善 立他是物 外国人的价值观 竞争是善 让别人是物 都想反掉了 我在学校里面 遇到一位教授 这名教授 美国人 我向他请教我 美国的教育 是不是从幼儿园就叫竞争 这是的 一直到大学研究所全叫竞争 没错 我就问他 竞争在升级是什么 竞争升级了 是斗争 斗争在升级呢 就是战争 现代的战争 是核武僧化 是毁灭人类的战争 我说这个种思维 这是一条死路 我是中国 不一样 中国自古以来 叫婴儿 叫什么 叫让 你们也许知道 孔庸的故事 孔庸四岁 让你 大的个哥哥 现在人不懂 现在小孩 对父母都不让 我看见过 小朋友 一年级 在家里看电视 他们家里 客厅有大电视 房间有个小电视 他跟他爸爸妈妈讲 你们看小电视 我看大电视 巴在那里想不懂 把他妈妈赶走 你们看小电视 对父母都不让 他还能让别人吗 这种家庭 怎么会有幸福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 怎么可能有和谐 人是教得好的 人要教啊 要从小教啊 这个不能不重视啊 中国古人 中国古人所谓 少臣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从小不能养成不善的习惯 对父母都不让 这还得了吗 所以你就晓得 他将来到社会上 他对任何人都不会让 那就一定起冲突 竞争斗争 他肯定是这样的 他的一生 不会快乐 喝得很辛苦 那就造作我也 中国自古 叫让 忍让 千让 离让 让 有好处 不什么有好处 好处在后面 你没看到 你也没想到 我这个人 也就是老师听话 真干 老师怎么叫 古人这个典籍的怎么叫 我真干 我处处都让 年轻的时候 在公家机构里面上班 我能把我的成绩 让给别人 让给我同事 深迁的机会 我也能让给别人 为什么呢 别人他有家倦 我一个人 无所谓 他们需要待遇好一点 需要地位稍微高一点 我一个人 何必呢 出家之后 一直让到底 什么都让 快乐 这个地方让出去 那个地方来了 这佛家讲的不是 谁 谁得了 越谁越得得多 得到我们无法想象 我们做梦也没想象到 一个出家的人 怎么可能想象到 去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 不是一次 是多次 想不到 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单自己参加 很多次 带着许许多多宗教 一起参加 有时也有一顶小道场 人家药就送给他 佛 主 告诉我们 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永远一个人生活 非常简单 少许一点点 我们就很满足了 这个是 依教奉行的好处 我是个过来人 学佛 六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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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让别人认识最高的享受 家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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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